話說 擺酒吧 擺酒呢 我就要跪在那裡 然後倒茶給他 然後給我一封禮事 那些中國傳統的 好了 我跪在那裡 還有全套垮 拿著茶杯 婆婆呢 她去打麻將 我家樓下搬來有一群人 日後吵勸厲害 晚上炸雞 我突然在窄醒 我問 樓下做甚麼 難得愛愛愛愛愛 到過程熱死心 我問 不如打電話 我留下看間那裡 我打電話的時候 我住在那裡唱 放心啊 放心啊 神經病 我在那裡 那我和我對老公就醒了 我對老公就叫我生小朋友 看到你很害怕 我們其實沒有認真談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有問 如果 因為要生小朋友 不可以上班 我們又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我想這些 我真的覺得生小朋友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所以 暫時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我們連盜蜜月都還沒去 就是完成這個表演之後 等她完成她首台的項目 我們才可以去到盜蜜月 朝朝被大媽吵著 是啊 那些廣場 你有沒有拍那段 沒有啊 那段就是超級粗口 那些人超級開心 我覺得是代表到很多人的感覺 你現在都不知道是不是大媽 還是不是大媽 而是可不可以有些功德心啊 是嗎 是嗎 聽不到 香港人都應該夠生氣了 所以我今天感覺到 很多香港人都 他們是很期待來爆笑一晚 那 那 你打算在這一部分 用粗口幫大家一起去發洩嗎 是嗎 因為 因為我覺得 他們 不管這些歌詞 原來 原來 原來語言是沒有意思的 隨便吧 粗口一樣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7點半 我剛才說到7點半 是很厲害的 有投訴的 那 它又不是你家裡的範圍 它就是你看到出去的那個公園 那公園也是公眾地方 那 你都沒有辦法 你就只可以 就是 我婆婆就沒事了 我婆婆不用帶 坐聽器 立即很清淨 那你那些粗口一說 人家這麼好反應 會不會考慮下一場的全粗口 那樣 其實 我想 自己寫東西 都會很小心去想 究竟那個 那件事應該怎樣去說 那為什麼會在兩個多小時裡面 最後突然間 是有三分鐘 是不停爆粗 我覺得可能就是 因為那個情緒 那種憤怒的情緒 是真的去到那裡 如果整個展示 兩個多小時不停說粗口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純粹是 在街上聽到有人說粗口 可能沒有了 沒有了那個驚喜的感覺 是的 謝謝 謝謝 太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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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